今儿呢咱们用普通的鸡蛋呢 给大家做一道非常有特色的鸡蛋焖子 六个鸡蛋呢打入碗中 把鸡蛋打散 咱们顶刀来切点葱花 大葱呢要多一点 在蛋液里呢放入一勺的黄豆酱 放一点味精 十三香 放入大葱花 再放一串虾皮 再倒入花生油 给它搅拌均匀 把搅好的鸡蛋呢给它倒入盘中 这么蒸锅烧开之后 来放入鸡蛋 盖上盖子大火蒸日十分钟 相传在一百多年以前呢 有门士两兄弟到山东烟台 来制作粉条 做好了以后呢要晾晒 但是遇到了连阴天 粉皮子呢将要被酸坏掉 他们就将乡亲们请来 用油煎这个粉皮子 加上一些调料拌着吃 吃了以后呢 大家异口同声的说好吃 当时脱口就叫焖子 流传至今 种种焖子呢 是用地瓜淀粉来制作的 今天的鸡蛋焖子呢 沿用了传统焖子的形态和制作工艺 但是将淀粉的高冻变成了 加了酱的鸡蛋高冻 这是一个变化 但是更有特色 鸡蛋漫的出锅喽 关注我们明天见